当你需要帮助是很顾身 谈美 你心中伸出远手流向温存 哇 真情流露出闪了的春 微笑时刻在你眼角的中 哇 哇 Dreamer's Cuties 哈喽,大家好,我是BetWet 我是Kenev 我是Mailo 我们是Sanjenker 今天回到我的分享 今天我们要带来这首 其实也是蛮多人案例过的 周深跟毛不易 在春晚唱的家乡人 还有舞台版 上次我们就看周深唱的花开忘游 也是一边唱后面也是有故事的 这个感觉上好像也是一样的 就是一边唱后面有故事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首 家乡人 Let's go 冬冬冬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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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哇 哇 是一首很平时的一首歌 然后真的又没有去玩太多东西 真是很好的唱 后面的合影很好听 然后毛不易又一直往高唱 周深的合影也越来越高 而且舞台整个配合也很美 它不像上次的《花开旺游》这么的戳到人的感觉 可是这个还是会有共鸣 我觉得会touch到很多人的 这样子咯 你们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舞台表演形式不一样吧 上次那个是类似一个小品在家里的 两个人的日常这样子 今天这个是它整个舞台很大 然后它的那个不仅 感觉就是一个很正式的演出了 如果给我们的学生有这样好的舞台的话 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情 这两学生给我们都很幸福 很美耶 那个两层现在又有一些升降台的机关在里面 我觉得那个整个东西很好看 然后很平凡的一首歌 人家画面上来看 我觉得那个画面看起来很稳心 因为它就是Portrait了不一样的 在家乡的人 在车站的人 然后就是世界各地的一种 想念家乡的情怀的那种感觉吧 过我们对上一次 生生跟毛毛的那一个表演 就是那个God It 还有梅香如故 我意思是现场表演 梅香如故是现场表演 有他们两个有合唱一个 忘记什么歌 可是是旧的啦 然后我们翻回出来看的 忘记叫什么歌 在一个节目上面的 是吗 大家洗澡出来唱歌 没有啦 我觉得正式的来讲 对我们应该就是God It 所以这次他们又回来 参与上一次 那个God It 就是比较狂野一点的感觉 这一次就很平时 然后就是听到很温暖 很舒服这样子 有跟我们一起走过的 都知道我们是很喜欢 生生跟毛不易的声音的 生生跟毛毛 我觉得他们两把温暖的声音 一起合唱 总是让人会心情会静下来 我觉得在听这首歌的过程 让我回想起我们在听 李健老师的那首《异乡人》 那时我听那首歌 我哭到很惨的 因为我就是一个异乡人 那现在在看这种家乡人的时候 事隔了一段时间 在看同样的一个主题 我就看那个画面 我就有想回 以前我就是离乡背景 到外面求学 然后就真的是拿着行李 去车站 大车 家里的人都在家乡里面等我 每次假期回去 的那一种过程 那段岁月 可是今天我在看的时候 李健老师那个异乡人 我为什么哭到那么惨 是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异乡人很多年了 然后上个礼拜 因为我跟我堂姐出来见面 然后她就说你很多年没有回家乡了 你是不是要回来一次看一下家乡 其实我心里有一点心虚 因为我觉得那个家乡 我就是已经是一个异乡人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再回那个地方 里面的人我都不认识了 所以今天听这首歌 除了带给我很多回忆温暖的感觉 我其实心里又有一种 不懂什么 讲不出的一种纠结的感觉 可是他们两个人的声音 真的让我觉得很温暖很温馨 心情有很peace的那种感觉 谢谢他们两个再一次合作 唱了一首这样的歌 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推荐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出新的影片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通知了 另外在笔站 你要一键三点给我们充电 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有能力的话也要支持我们的Patreon 和爱发电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